2CH是一个日本的线上论坛 以它的开放、匿名还有多样性而闻名 但也因为匿名的特性 让这个论坛诞生了许多故事 厕所是我们最私密的空间 也是人脆弱的一面最容易暴露的地方 更有人说厕所是通往异次元世界的入口 每个人在这里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事 或经历奇幻的冒险 大家好,我是Eric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厕所的故事 贴文的发布者在某个下午 发现了自己的姐姐去上厕所之后 就离奇的从家中凭空消失了 而整段故事曲折离奇 最后结束在了一片诡异之中 那么马上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篇2CH上的讨论串 姐姐从厕所消失了 2012年7月31日 傍晚的5点37分 一名日本网友在2CH上发布了一则贴文 姐姐从厕所消失了 她继续补充的回应说 等等,只想这样看不懂 其他的网友们还没搞清楚状况 纷纷在下面回复 被冲走了吗? 大概是被冲走了吧 也有网友附和这个说法 觉得姐姐该不会被困在了马桶下方吧 如果不快点把她拽出来的话 当然也有人开玩笑说 根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姐姐吧 变成厕所的神了 帖子才发布了短短4分钟 就引起了剧烈的讨论 这时候发布者再次出现 并回答了大家 不 刚刚的状况就好像一个特别的陷阱 让我来整理一下状况 我和我的姐姐住在西域 我是一名学生 正在放暑假 我的姐姐出于兴趣 目前有一份打工 她今天休息 所以待在家里 今天轮到我负责做晚餐 大约4点半时我开始准备 就在那个时候 我看见姐姐去了洗手间 大概5点的时候 我向姐姐抱怨说我饿了 要她快点出来 但里面没有声音 我敲了门也毫无反应 因为厕所里面很热 我担心姐姐是中暑了 就赶快打开门 但她不在里面 我去查看了玄关 鞋子也都还在 所以她绝对不是出门了 家中的窗户很老旧 开关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声响 但这段期间我也没听到声音 她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 离开这个家里吧 听完这个离奇的情况后 网友们半信半疑的讨论者 快看阳台 是你坐的吧 柯南里面不是有演过吗 那种会打烊的便利商店的厕所里 有从厕所爬到阁楼 然后晚上出来偷食物 最后住在那里的人 发布者回答 是有这种事 不过我们家不是便利店 而且也没有屋顶可以爬 正常来说 应该是被冲走了吧 这不是很稀奇的事 等一下 如果有人在马桶里的话 正常来说 绝对会堵塞的吧 因为听到了坐下的声音 所以在那一步之前 我姐姐都应该还是存在的 但是她没有用卫生纸 而且除了马桶盖以外 没有其他使用过的痕迹 接着有网友提出了另一条建议 那么给手机打个电话试试看吧 我已经打电话了 但只听到手机在房间里震动的声音 而且不带手机 穿着睡衣光脚就出门 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吧 这时候 也有网友开玩笑地提出了 姐姐是另一个世界的人的看法 我想这不太可能 但这个姐姐 是不是你想象出来的 请上传你姐姐的生活用品证明 不过 发布者的姐姐在家里凭空消失 第一步竟然是上网跟网友们询问 这点当然让许多网友不以为意 在下方提出了各种荒谬的推论 她跑到屋顶上了 去哈利波特的魔法部了 是穿越时空了吧 等一下就回来了 不过在这些推论中 也有一些细思极恐的推论 该不会被卷入某种事件了吗 其实恰恰相反 是楼主被传送到异世界去了 都这么大了 还在玩躲猫猫啊 接下来 发布者在接近六点的时候 出来整理了状况 抱歉 我刚跟爸妈通电话 他们叫我认真找 所以我要再把整个家里找一遍 我连衣柜里的毛毯下面都找过了 还是找不到 我出去找看看 就在他外出寻找姐姐的30分钟后 发布者再次出现 向大家报告了外面的情况 还有搜寻的细节 我骑着自行车先在同一区看了一下 再打电话给父母 他们说要过来我这边 他再次强调 因为觉得姐姐穿着睡衣又光着脚 应该不会去店里之类的地方 所以就没有到店里找了 他们过来大概要10分钟吧 总之我先去把晚餐吃了 看起来 事态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发布者的姐姐 是真的在上完厕所后就下落不明 她的认真回复 也影响了整个讨论串 开始有些担心的网友们出现了 没有找到吗 好可怕 而讨论串的推论 却也变得越来越毛骨悚然 事实上 发布者对她的姐姐 这张图片非常有名 出自日本的一个未解决案件 辅导辨词怪死事件 这名网友就怀疑 该不会姐姐就像图片的死者一样 已经遭遇不测 还被以极为扭曲的方式 藏在了马桶下方吗 这个留言出现之后 更有其他网友继续将矛头指向发布者 让许多网友发出了惊呼 你刚刚吃的饭 用的是什么肉 该不会 喂 要被删掉了 姐姐被某个神秘的存在 发布者吃了下去 然后 这个吃下姐姐的人去上了厕所 结果 姐姐从厕所里排出来了 接着 这个人把马桶冲了 最后 姐姐就这样神奇的消失了 这一派人觉得是发布者把自己的姐姐 做成晚餐之后吃掉了 这个推论引起了许多人关注 但就算真相不是如此 也让不少人思考 姐姐失踪的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发布者 难道发这个帖子 是为了固步一证吗 而且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发布者都没有再次出现 差点就要让人以为 他就是让姐姐失踪的冤凶了 不过就在发布者外出 寻找姐姐后的两个小时 发布者终于再次出现 并向大家报告了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回家了 我和父母一起找遍了 但还是没有找到姐姐 所以我报了警 请警察帮忙广播寻找 和父母商量之后 我决定留在家里 父母和警察一起出去搜寻 发布者的出现 姑且是把上面的讨论中断了 继续把重点回到寻找姐姐上面 也可以从文字上 感觉到她的失落 而除了替发布者的回归 感到开心的网友之外 也有人继续询问 关于她姐姐的细节 真是爱到处乱跑的人啊 姐姐有精神病的病史吗 发布者回答他们 她一点都不喜欢到处乱跑 生病的话 也只有最近因为搬重物 把腰弄伤了而已 接着有不少热心的网友 也询问起了姐姐的特征 想帮帮她一起找 姐姐睡衣的特征是 我们大家来帮你找 你把照片给我们看看吧 发布者回答 自己的位置在祁域县春日布市 姐姐穿的是粉红色的睡衣 把最后的线索丢在了讨论串 就宣布要再次出门寻找姐姐了 而就在大家觉得希望渺茫的时候 在距离发布者留下这段留言之后的两个小时 她带回了讨论串全部人最好奇的答案 接下来发布者继续补充的留言 更让讨论串的所有人感到震惊 总之 人找到了 在附近公园的长椅上找到她了 就是那个我们反复一直找的地方 姐姐还是原本的那副样子 穿着睡衣 光脚 素颜 她还一本震惊地说 我一直看着你们在找我 听了这段话之后 网友们当然还搞不清楚状况 纷纷要发布者赶快说明细节 于是 发布者继续了详细的说明 她说 姐姐在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感觉有人在敲门 结果回过神来 就发现自己回到了房间 而且妹妹 也就是发布者 就站在她的旁边 但是妹妹好像看不到自己 到处在家里走来走去 于是她就跟了上去 还跟着妹妹走了好一阵子 但是 谁也没有注意到她 最后姐姐只好去公园里坐着发呆 到了刚才 妈妈才发现了在长椅上坐着的姐姐 奇怪的是 发布者明明在前面搜寻的时间 就在公园里找了好几次 她非常确定姐姐绝对不在那座公园里 但姐姐还说出了更加诡异的话 包括这段期间 发布者跟父母寻找姐姐的路线 还有搜寻的时候讲过了什么话 这个离奇的现象 就好像 姐姐真的一直在她们身旁 在姐姐从厕所出来之后 发布者就开始看不到了熟悉的姐姐 这一连串的恐怖遭遇 让她开始怀疑 该不会家中的厕所 是通向某种异次元的道路吧 也有网友补充 厕所连接到异空间的故事并不罕见 比如说 有人说过了自己进了公司厕所 但她打开门的时候却发现 自己跑到了海外客户的办公室里 除了对事情感到惊讶的网友之外 也有人问起了姐姐的下落 发布者回答说 目前姐姐跟母亲还在警察局里 被警察询问失踪过程的细节 但因为时间太晚了 妈妈就先让发布者回到公寓里休息了 当然看完了解释之后 也有不少人对这个离奇的状况感到很疑惑 发布者就回答了 对不起 说实话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但如果我姐姐说的话是真的 她好像一直都在我身边 但是 我完全没有察觉到 从姐姐失踪到现在 发布者已经找了将近六个小时 精神已经疲惫不堪 她最后留下了要去睡觉的留言之后 就离开了讨论串 整段讨论串 也因为事件太过诡异 在不少网友的惊呼声 还有 不敢去上厕所了的留言里 结束在了一片 诡谴的气氛之中 毕竟那些网友们害怕的 就是哪天在上厕所的途中 就被传送到了 他人看不到的次元里 沿着讨论串看下来 真的会对事情的转折 意想不到 你觉得姐姐的遭遇是真的吗 还是有别种说法 可以解释这个离奇的现象吗 欢迎跟我分享 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按下喜欢按钮 并订阅下水稻先生的频道 我是Eric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